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雨 取消于淇淡 吃一份 有鸡油 很香 不会粗爱 太爽了 姜葱不错 姜葱是否加淮盐 很美味 味道更美味 皮很爽,但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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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过鸡煲 但不是常常吃 因为你不能控制 整个摊子很大 所以要快吃 这煲饭已经很粗 里面的确是有气氛 但没办法,的确是吵 虽然我没有去过鸡煲 但我可以想象到鸡煲的环境 虽然没有这里那么大 但是它比较开阔 所以空气会流通得比较好 在里面比较烤 真的舒服 我觉得煲不合适 在屋住的地方吃 舒展不到筋骨 不开心不满意 出来就舒服了 快点在这里说 快点在这里说 导演 导演,有什么要说 今天是否最好吃 又未必 这个是硬的 有什么理由 是全广州最好吃的 太老鸡煲 真的未必 但是鲜甜 清甜 湯是有的 有两样东西 第一,它真的有炭 它在我面前很久 然后我发现 呼吸有点不顺畅 又坐在室内 原来它是炭 我走出来做 整个人都精神了 我也是喜欢在户外的炭老鸡煲 那样东西很重要 OK 那只鸡环可以 下次不要点那么肥的鸡 因为很脏的 那些姜葱 为什么那么特别 是什么味道 又想不起 但是很熟 原来就是华蜂速食面的调味料 也希望其他平台 关注品诚记的微信公众号 告诉我们 有没有更好吃的炭老鸡煲 我们一起去吃 我是佳晶 呼吸生死空气很重要 拜拜